荣耀发财快报 大仙什么都知道 最近打野夏侯顿热度极高 废话不多说 本期我们就要聊一聊 如何克制它 先说在比赛上大火的夏侯孙命体系 那这套体系主要强在孙命 前中心能放大夏侯顿的强势 后期又能弥补夏侯腿短的劣势 能不间断给敌方野军施压 那么这种上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首先中单可以选择清线快的英雄 比如说周宇 王高军 这样可以防止敌方英雄平推 还能回防野区 其次还有像纳可露露 孙悟空这种高爆派英雄 最好是能在孙命台上后排雪之前 就把C位给冲了 这样打传的时候才不至于被动 那你看我这一步抓住机会 跳上去三棍直接把后一秒了 孙命台雪根本没用 再说说我们该如何克制单排的打野夏侯 首先咱们就可以把孙命给办了 以防对面组成夏侯孙命体系 简单有效 再说说英雄选择误区 那很多人想用真伤来克制他 比如说马可吕孤 那这两个英雄发育周期太长了 夏侯打野前中期就发力 马可没有发育成型之前 一套打在夏侯身上 可能还没有夏侯回的多 选出这两个英雄 很可能你的队伍熬不了强制器 就提前结束比赛了 然后就是中单 选择更多了 比如说江子牙 江子牙一型可以减双抗 能减少夏侯蹲的坦度 在打团时有奇效 并且江子牙高频的减速和控制 能打断敌方转线节奏 同时他的被动加经验值 也可以帮助队友 更快的进入强势期 另一个新手都比较喜欢的英雄 安琪拉 他拥有超高的爆发能力 和不足的清线速度 只要二技能命中 一套技能下去 夏侯就算他没嘎 也是风中残逐了 然后是射手位 小鲁班是个不错的选择 后期的鲁弹可以用二技能 推开三技能靠近的夏侯 再来几个被动扫撤 夏侯也是扛不住的 那有手位 我们最好选出孙并 以抢代班 防止对手选出孙并 组成夏侯家孙并的体系 其次也可以选择张飞 这类宝C的大控制 都可以依据 你们的当前阵容 逼你选择 接着就是打野位上的选择 蓝镜这类英雄 很明显已经不行了 难道我们也非要用 弹野打败弹野吗 不 那其实韩信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一 韩信单带能力强 可以牵制兵线 二 韩信位移多 不怕被暴团抓 三 韩信爆发高 装备成型后的韩信 一个异技能挑飞 加二技能在普攻几下暴击 就能轻松带走对面C位 只要从点到面的克制它 就算版本答案又如何 兄弟们 收下这份克制打野大后宝典 一定能在商风路上越走越顺了